欢迎收看6月30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旋 新闻开始由股市走向 最新的经济数据比预期来得理想 让投资者恢复乐观的情绪 压住股市惊天 整体攀升 马股则受橱窗粉饰活动提振 在6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发力奔跑 全天上升6.54点至1500.97点 成功守住了1500点的心理水平 回顾马股6月表现 可以说是稳定发挥 第二季涨幅扩大至11.11% 为全年依然下滑5.53% 在汇率方面 令级汇率全天微幅走强 马股兑美元贬值至4.2825令吉 对新元则升值至3.0659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政府为了提振遭到疫情重击的经济 一再大手笔拨出巨款 财政赤字可能会大幅提高到6% 有人就担心 严重削钱的政府 可能会重新实施已经喊停数年的GST消费税 对此 爱芬皇室资本研究 首席经济学家陈秋龙就认为 即将在11月公布的2021年财政预算案 虽然仍是扩张型预算案 以扶持消费和商业走出疫情低谷 但相信政府不会重新推荐消费税 甚至是任何薪税 不过他认为 政府确实需要评估 重新落实消费税来平衡税收缺口 而税率应该是4%的中和水平 换个焦点 疫情严重打击酒店等旅游行业 即陈志远的成功雕曼岛度假村 关闭展开大型重建计划之后 离今有的吉隆坡金马公酒店 也宣布配合翻新 停业到明年 离今有控制的绿业集团说 金马公酒店将配合大规模升级 装修和翻新工程关闭 并且计划明年1月1日重新开张 该公司并没有披露如何安置员工 只说管理层感谢全体员工的支持 国际信品机构普洱表准将大马信品展望 降低到负面之后 今天也将五大本土银行的信品展望 由稳定调低到负面 标准普洱是以大马展望降低为理由 将马来亚银行 连昌银行 大众银行 新业银行和大马银行的展望砍低 尽管五大银行展望下调 但国内银行体系的资产素质依然保持强稳 国家银行今天就说 五月银行的减值贷款总额 和减值贷款净额比例分别维持在1.6%和1% 流动性覆盖率也达到140.2% 显示银行继续依据前瞻性的评估 流出充足的储备金 以缓冲潜在的贷款损失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